生老病死之病 我们现在人一提到病 开始重视了 年轻人很多还是不以为然 经过这个三年瘟疫 也没所谓 因为他元气满满 还没有消耗太多 身体水分还很多 没有蒸发 皮肤还光泽 那即使他晚睡觉 好像早上还是那个点钟起来 有些人就认为 你看 那就开始提前透支 因为早上 阳气一升的时候 你已经很难入睡了 那个效率是非常低的 接着睡 你看阴阳颠倒的人 他那个头发 油 出得很快 很快就 痒 然后就去洗头 然后 其实频繁的 洗头洗澡这些 都是不好的 你头发会慢慢干苦 脱发 只是指的一方面 身体各个方面都如此 那么 年轻还好 因为你还有的可透 人一生下来 老天给你这些东西 你看你怎么用 有个人习气重的 他就乱用了 这就到最后命不好了 一辈子吃多少碗饭 吃肉啊 吃喝酒啊 我们都是有一定大的定数 大概如此 说病啊 也不光是 身体的病 那一说病就身体 即使说身体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病 压健康 你现在是这个名词 人身体都是不平衡 多多少少有点缺 只是没有到那个点 到那个点他就病 你提前治疗 就像中医治卫病 道医就更不说了 经经搞 有一些无形的办法 你遇不到这种高人嘛 你就得自我调理嘛 人到最后还是 干嘛老是什么都求别人 这个东西都是免费的 平时也是 做习好了 然后 稍微不舒服 平时有条件 就练来功 身心愉快 运气也不能转好 身心灵它是一体 身体的 那是精神病 到处都是精神病 身心病 那怎么办 这是心病 这才是精神 无形的 那才是大病 乱想 你想完了之后 你就会去做 然后就出现结果 结果就是 我医生花了好多时间 追求这个 结果发现意义不大 其他很多东西 人 自己 在成长真正的 在成长真正的 智慧也没有开销 老了 来不及了 下辈子吧 那下辈子又来又这样 你不开那个销 你始终是这样想 短暂的 在成长真正的 到了最后 你会发现那种很多病的人 他都出了奇迹的人 都是他 一心 我有一个信仰 我可以转移注意力 我不把这个当回事 都是精神的 导致 出现了各种的 科学 医疗 这些 解释不了 所以这个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意识是主导物质的 不要反过来 为它影响太多 提个醒是好的 有些说你要注意身体 也应该 留着身体闹革命 做一些有益的事吗 我们这个是工具 不要搞法 时间很短 我们只能简单说 再总结一句吧